我是汪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 啊 白白傳說 上一集我們站在這個位置上 介紹了房屋模組的各種藍圖 就做出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圓頂 還把我們這個空間擴得超級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小地圖 WOW 這麼大的空間 都是房屋模組做出來的 莫名其妙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來研究一點 可以飛行的方法吧 那要研究飛行的方法的話 我們必須要再看一下我們的 房屋模組 我們來做一下我們的高級倉庫吧 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些材料上一集我們都介紹過了 我們也就不再介紹了 來 我們來把它掏出來 做出我們的高級倉庫來 就放在這個位置上好了 那這個玻璃的顏色我們可以自己選擇 但是我是要把這個東西拆掉了 所以其實沒有差來 我們就來建造它 WOW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 挖掉 挖掉 那我們要拿什麼東西呢 那我們要來拿個 地獄疙瘩 好 我拿到地獄疙瘩了 那不知道這個 高級倉庫它 欸 再來做一個高級倉庫好了 它是 五萬五EMC齁 順便來看一下 拆掉它之後 它可以賺到多少EMC 來吧 高級倉庫 讓我看看你的能耐 到底有多少 把你清空 WEE 喔 等一下 下面這個好混亂好混雜 好不舒服 總之我先吸收一下它的掉落物 好 我都吸到了嗎 那這邊這個看起來很難看 我也把它掏空好了 這一面牆壁 來 把它丟進我們的轉化爐 裡面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少EMC 再看一下 那上一集我們大概就是做這種事情 把各種房屋都拿出來猜猜看 看它到底有多少EMC 最後的結果是 WOW 它有 24萬8千的EMC欸 而且還不包含它的地下室 地下室我們還沒挖呢 那如果我們再把一個高級倉庫 給掏出來的話 來看看 這樣子是 喔 這樣也有20萬的EMC 那 哇 這個高級倉庫就屌打 我們之前所介紹的所有東西了 雖然說這些東西EMC是比較少 高級倉庫它的成本是比較高一點 但賺的錢比較多 喔 好吧 那大家 可以到時候直接 拆高級倉庫 這樣就會有很多EMC了 天啊 那 上一集拍的其實都白拍了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去理解一下它的概念啦 那我們現在 有了地獄疙瘩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可以來做 循環模組的 各種飾品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吧 在做飾品前 先看看地獄疙瘩 還可以做一些什麼其他玩頁 那這兩個東西是原版的 還有這個是 這個是更好的地獄模組 會有一個死損聖雙的地獄油湯 這東西可以吃是不是 感覺有點恐怖欸 還有循環模組的生怪磚偵測器 但是 我覺得我們的生怪磚應該 到地下層就蠻多了 所以這東西也沒有很必要 那我們就開始做吧 解毒飾品會需要發酵蜘蛛眼 我們有了 我應該去找一個合成台對不對 等一下是不是 有什麼生物在攻擊我 等一下 我的村民是不是要襲擊了 我剛剛看到那個牙齒狀的東西 呃... 呃... 在哪裡? 在哪裡? 它在上面? 下面? 不要打我的阿伯伯 喔你在那裡是不是 喔 電死你 電死你 喔揍我 喔 電死你 喔好電死它了 那我們繼續研究 先來把我們的解毒飾品做出來 它可以自動消除 中毒跟凋零的效果 喔 這個東西 我們寄生獸裡面 有一個會飛的那個黃眼怪 它會一直射我們毒液 這樣子我們就不怕被它弄毒了 那幼極一樣也是可以開關它的狀態 呃... 應該也是要吃耐久度的 但是我們有這個修飾符咒 所以沒有問題 裝起來 那在接下來的話 欸 我們直接看一下循環模組這邊的列表好了 打上小老鼠CYC 來找找看它在哪裡 喔都在這邊啦 有解毒飾品跟水之飾品 防止溺水的飾品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生鮭魚 所以 我們先來去釣一下魚吧 現在早上了嗎 還沒早上那我先做其他東西 等早上了我再去釣魚 呃... 巧巧有 玉空飾品 這就是我們今天主要要做的 用骨塊就可以來製作了 可以來飛行 算說它的飛行會有點卡頓 但是有總比沒有好 那我現在應該就可以 呃... 有我可以飛了 呃...我可以飛了 雖然我飛起來看起來怪怪的 但我可以飛了 在接下來的話 呃...是下一個 虛空飾品 呃... 如果到時候去終界玩的話 掉到虛空這東西應該可以救我們 那終界之眼我們也有了 我們就把它做出來 再下一個的話 隨手飾品可以提高船的行駛速度 三小 沒關係我們來做做看 我們等一下去 釣魚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它行駛速度到底快多少 呃... 那我們也順便做一艘船好了 我來拿個木材什麼的 來做一艘可愛小船船 呃... 再多做幾艘好了 我記得是可以堆疊的嘛 做突奶 12個船船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出門 來去海邊看一下了 那我就一直飛過去囉 喔...可以飛行感覺真爽 不對 欸...欸... 喔... 我知道了 小白沒有把那個... 飛行偵測給關掉 所以我會被提出伺服器 哭喔... 好啦... 那雖然我們現在做了 預空飾品 但是因為小白現在比較忙 沒有辦法幫我調伺服器設定 所以我們這一集還是... 不能飛行 對...我們今天禁止自己飛行 啊...有看到這個黃眼獸 他現在射我們的東西 是會有毒的 但是我現在沒有中毒了 呃...稍微把這個... 解毒視頻給關掉給大家看一下齁 來黃眼獸來射我一下 有...我現在... 我現在有中毒效果了 我有劇毒 呃...但是呢 我可以再把這東西開起來 喔...我的中毒就解除了 那...啊... 我一在火堆這邊真討厭 我等一下再順便做一個抗火視頻 這樣子我就不會中毒了 啊...不對...我就不會... 我就不會燃燒了 怎麼不會中毒 啊...來到海邊了 來看一下齁 嗯...來我們簡單放一艘小船 船在這裡齁 那我先把這一個水手視頻給關掉 看一下我們最原本 搭船時候的感覺 喔...輕輕鬆鬆悠遊在大海中 那現在如果我們把水手視頻給開起來的話 我就會... 喔...好像有比較快一點了唷 那這個視頻效果我印象中是可以疊加的 對不對 那我們就再來... 把效果給疊加一下 喔...我不小心飛出去了 等我一下喔 嗯...我先把身上清空一下 這個遇空視頻先拿掉 那... 遇空視頻我們先用不到 所以我們先拿掉 然後再多做幾個水手視頻 來做個合成台在這邊好了 來看一下它... 看起來會像什麼樣子 來來來來 水手視頻多做幾個 欸...欸...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啊...都做了 現在有六個水手視頻囉 不知道這個效果可不可以疊加 我們就來...轉彎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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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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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船的速度好快喔 哇... 音速小轉船 喔...我在滑了耶... 頭文字滴...滑了耶... 天啊...天啊... 轉卡住了...轉卡住了... 好...那我們確定這個水手視頻是可以疊加的啦 魚丟...魚...喔... 神鮭魚... 有神鮭魚了... 來把它拿去記錄一下... 複製出來... 我們就可以來做剛剛那個... 嗯...水之視頻... 有啦...呃...把它做出來... 不對...我要先看著合成台 好了...呃...呃... 水之視頻做出來... 做一個就好了... 那...就是防溺水嘛 我們就到...水下試試看... 這邊剛好有... 喔...欸...不對啊...我不是可以防溺水嗎 怎麼...我的泡泡還是在扣的... 怎麼...我的泡泡還是在扣的... 這東西...呃...是開啟的沒有錯啊... 防止溺水... 那我們看看等一下泡泡消除完之後... 我是不是會扣血還是說... 我...不會扣血...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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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讓我扣血嗎... 喔...他們不會讓我扣血耶... 那這時候它的耐久度會一直扣是不是... 呃...沒有扣耐久度耶... 喔...所以我就一直保持在一個泡泡的狀態... 酷喔...那... 測試過這玩意兒啦... 嗯... 接下來的話...有生鮭魚我們好像還可以做其他... 很有趣的玩意兒齁... 喔...波泰尼亞的玩意兒... 嗯...還可以做什麼呢... 新之容器... 這一集我們可以先不做它... 慢慢來不及... 還有這一些好吃的蛋糕... 那等我們回家之後... 就是回到我們的... 那個... 舊基地那邊之後... 那些東西都等著我在那邊... 呃...就...就在... 呃...那個小小的島上面... 呃...上面... 喔...結構方塊還沒拆掉耶...天啊... 那就先回家一趟吧... 雖然說現在晚上回家有點危險... 沒關係...我們就回家... 下一個是... 抗火視頻... 啊...一個烈焰感... 就可以抗火啦... 我們就把它帶到身上來... 呃...再下一個的話... 速度視頻... 喔...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壓軸... 還有一個... 魔法降落傘... 距離地面六格的時候... 會自動降落... 呃... 兔子腳... 我很不想承認我有這玩意... 但是... 我的確有打到這玩意... 所以我們來做它吧... 好... 一個看火... 一個羽翼視頻...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先... 想辦法讓我們... 找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跳樓一下哈... 看一下哈... 這邊看起來挺高的... 我跳樓... 喔... 有有有有... 緩落了... 有一種... 緩落的感覺... 火燒我... 呃...我... 喔... 對... 我不會扣血... 耶... 我在火堆悠遊自在的... 這樣子就不用刻意欲親屬火堆了... 雖然可能會造成伺服器lag... 唉唷... 好噁心喔... 不要靠近我喔... 我有超級雷電小腿腿喔... 我電你... 我電你... 等一下... 我會... 我會... 我連跳躍都會緩落... 這個好不舒服喔... 這視頻... 感覺也是很有瑕疵的視頻耶... 那我們也把這個... 緩落視頻... 羽翼視頻... 給關掉吧... 最後是怎麼的壓軸... 速度視頻... 它應該... 也是可以疊加的啊... 它可以... 加快我的速度... 或者是我做騎的速度... 這個東西... 就做出來... 然後我們再找一個... 轉化桌... 先來記錄一下看火... 再記錄羽翼... 好了... 我們所有視頻都做出來啦... 那... 現在... 我可能要先把我現在這件衣服脫掉齁... 因為它自己有... 本身帶有這個... 加速的效果... 我們來換回我們的... 盧比套裝吧... 走路速度突然覺得... 好慢... 好不習慣... 我像個小烏龜一樣... 那我們就開啟我們的... 加速視頻看一下齁... 加速一次... 啊... 稍微感覺快一點了... 那我們再... 多加速一點點...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呃... 先弄六個就好啦... 好... 來... 這個加速... 又感覺回來了... 但是... 感覺這個轉彎好像... 欸... 有... 左右有點難啦... 左右... 速度還是一樣慢... 然後往後也是一樣慢... 左右跟往後一樣慢... 但... 往前的速度就很快... 唉唷... 酷喔... 那我們再稍微弄... 多一點點的加速... 再加速... 給我不斷的加速... 多弄一點... 你也不知道加速起來會怎麼樣齁... 哇嗚... 欸唷... 卡住了... 哇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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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這個... 雖然往前的加速是很快啦... 但是... 往後退跟往左右的速度還是挺慢的... 所以那個暗影套裝... 呃... 沒有變垃圾啦... 它還是挺好用的... 因為那個暗影套裝... 我們... 那個... 左右... 跟往後的速度還是一樣快... 那就... 暗影套裝再拿回來吧... 我還是蠻喜歡暗影套裝的... 雖然說這個... 加速視頻可以讓我們... 超加速... 但是就... 欸... 我還是希望我往後的速度快一點... 像這個樣子... 喔... 好好好... 這樣比較舒服一點... 最後就來給各位看一下汪汪身上的配置吧... 點開我們的飾品欄位... 現在汪汪抗毒... 抗凋零... 抗火又不會被溺水... 然後掉入虛空的話... 可能還會有一些補救的方案... 那這些東西... 如果有使用到的話... 他們都會扣耐久度... 但因為我們有等加交換的修復符咒... 所以他們會... 一直補充他的耐久度... 就像這一個... 速度飾品一樣... 像他現在... 呃... 因為... 加速他會一直藏住這個效果... 所以他會一直扣耐久度... 但是... 我們修復符咒還會幫他補耐久度... 所以沒什麼問題... 接下來... 汪汪想要來犯劍一下... 來... 把我們身上通通塞滿加速飾品... 哦... 塞滿滿不知道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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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加滿喔... 加好加滿的喔... 每個... 每個飾品都在扣耐久度... 往前衝一下... 呃... 好像也沒快到哪裡去嘛... 但是就... 其實也算是挺快的啦... 好玩... 最後... 我還是想回家試試看... 來... 我們稍微遇空飛行一下... 我往上跳... 希望伺服器會不會... 應該不會把我踢出去吧... 啊...還是把我踢出去了... 酷喔... 把這些視頻擺在一起... 看起來真美... 那既然... 我們這一集還不能飛的話... 我起碼... 就讓我自己... 有... 緩弱的魔法好了... 這樣起碼... 我不會摔死之類的... 我們再來做個... 等下交換的東西哈... 欸... 移動速度太快... 欸... 讓我... 讓我... 讓我整艙的移動... 我拜託我求求你... 我要倒退... 倒退路移動... 我們來做一下... 等下交換的東西吧... 來打上小老鼠PRO... 我們來做虛空紫環... 我們用傳送的... 飛上去... 只需要用黑洞戒指... 一台秘魯寶石... 跟紅物質即可了... 嗯... 好... 那我們就... 按它的特殊功能按鍵吧... C鍵來傳送... 來... 我們用傳送上去的... 來...傳上去... 喔... 我傳上去了... 喔... 我在空中緩弱的時候... 移動速度還是很快耶... 天啊... 我這樣會不會算飛行啊... 我這樣好像... 不太算飛行齁... 喔... 我回來了... 那今天呢... 呃... 有下雨耶... 等我一下喔... 我先拿一下... 啊... 熔岩護符... 好...來...來... 清除... 清除這該死的羽魚... 清除這該死的羽魚... 讓...讓我清除... 我飛上去一點點在清除哈... 喔...有... 羽魚被清除了... 那我要下去... 讓我下去... 喔...喔...喔... 我被摔死了... 為什麼... 好吧各位... 看來今天汪汪這一集... 有點太得意忘形了啦... 就... 我們... 現在雖然有... 緩降的功能... 但不代表說... 我們... 可以... 那個... 摔落不死亡... 這個實在是一個... 還蠻機車的發現... 就... 我們的羽魚視頻... 嗯... 不防摔喔... 它只是會讓你緩弱而已... 那今天我們就是研究了... 循環模組的各種視頻... 來讓汪汪獲得... 看起來很像飛行的效果... 其實我就是傳送... 然後呢... 再... 飄移而已... 然後移動速度很快... 這個樣子...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噗噗...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煎... 母湯... 嗯... 哈哈哈哈...